如果你可以用手机上网预约看病时间,请医生开处方,或者是问医生问题。 或者如果你能在任何可以上网的地方查看你的病例,或者如果急诊室里的医生能够立刻看到你的病例和用药记录,并且和你的医生取得联系,你觉得怎么样呢? 那样不仅能够节省时间,甚至挽救你的生命。 这就是社交媒体和技术如何再改变医疗运作的方式。 利文斯顿医生所在的麦克阿瑟妇产科医院就是这样做的。 这是医疗服务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利文斯顿医生和同事们利用社交媒体和有密码保护的软件和他们的病人交流相关的信息。 我们让病人完全了解有关他们治疗的情况,任何我能看到的东西,病人也能看到。 他们所有的陈述、医生门诊的所有记录都在这里,所有的花园报告也都在这里。 病人可以透过安全的网站门户在医生的网站上与医生交流,他们也可以在社交媒体网站上获得有关资讯,听取其他人的意见。 我们希望病人参与自己的医疗保健,因此我们有一个脸书网页、具有网页还有推特。 数以千计的人通过这些网络了解我们的资讯,我们发现病人真的很喜欢这种方式。 克里斯蒂·弗朗西斯科说,他喜欢上网查阅他的检查报告。 我可以直接进入医生的网站,看见一切检查结果都正常,我就放心了。 弗朗西斯科说,这种软件使他的医生可以通过网络把他的处方直接送给药房。 他到达药房时,药已经准备好了。 迈克阿瑟妇产医院使用圣人保健公司研发的软件。 软件开发商说,这个软件很安全,受到密码保护,因此隐秘的资讯不会外泄。 利文斯顿医生说,这种软件还可以提高诊所效率,通过取消费时的程序和重复化验而降低成本。 他说,使用这种软件和社交媒体的另外一个好处是, 医患关系改善了,病人不再只依靠上网搜索才能得到健康资讯。 他们可以直接从他们信任的医生那里得到答案。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